我很氣色很差 視訊該換了 主播可以不要開視訊嗎 視訊好醜 可是我就開聊天台 開視訊是要幹嘛 所以我現在看你很醜嗎 好啊 那就不要開視訊喔 不要開不要開 喂 我剛剛開詞況超不爽的欸 就是他們一直說我視訊很醜 不知道是不是長相的問題還是什麼的問題 那你有推什麼嗎 Coshell最近有一閃燈是他們子品牌Elgato的那個Key Light Air 它是一個專業工作室 LED的打光燈 它是多種色溫可以調 而且有什麼蛋白石玻璃表面 就是燈光會比較柔和 你不會這五官都不見 然後整體是一個就很低發熱 所以它就不太會燙 然後你長時間照你自己也不會流汗這樣子 好啊好啊 我去找一下好了 好 沒有 我只想跟你講我心情賭啦 好啦 我去看一下 謝啦謝啦 Light應該沒錯了吧 喔 它可以這樣子伸縮喔 這還可以連APP 好啦 買看看好了 假定 唉唷 唉唷 也太快了吧 誰啦 欸你好 至少請問是訂購Tin Light Air的用具嗎 是是是是你好 這是你的包裹 喔 謝謝 謝謝啦 謝謝啦 謝謝 開箱開箱喔 好的 大家是不是以為我要把它組起來 沒有 因為我知道大家已經看得出來我們剛剛的演技 非常的話劇盛 那現在有個話劇盛的來囉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組好了這個Key Light Air 那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真的是非常的小 這個主要的優點呢 就是如果你家裡的桌子沒有很大的話 其實它也不太太佔空間 大概就是比可麗餅再小一點的一個大小 然後就可以放在後面這樣子 那這邊看一下它的這個背面 它的開關鍵在上面這邊 然後你有沒有覺得 欸為什麼我的燈可以這樣子移動啊 因為它就是讓你可以照非常多的角度 裡面它的這個卡托的地方 是一個球狀 所以你要把燈從上面打下來 你會覺得看起來比較自然 或是你要直接照著 都是可以的 然後它這個後面還有一個reset鍵 因為我們這個產品非常的特別 它可以連接軟體 在你的電腦可以直接進行操作 等一下我會用給大家看 那reset就是如果你要換電腦的話 你要借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就是喜歡給你刑起一些設備 就可以直接借給它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它可以伸縮 就是這個它是鎖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把它伸到 最緊繃是這個高度 我看一下大家側面有這個刻度 你可以看 然後根據你的螢幕的高低啊 或是你本身身高 你覺得打哪邊會比較對不對 會比較好看 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最低的話 最低是這樣子 就是最小的一個樣子 然後因為這樣子你看 這樣我如果要這樣打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打到我的臉 所以呢 我到時候就會把它伸起來 然後大概這樣子 之後再把它鎖緊 它就可以這樣直接照著我的臉 或是我也可以像這樣 打牆壁 好不好 一個操作 打牆壁 然後它這個光會直接反射過來 然後讓我的人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但是又會有燈光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好 在視訊上看起來會比較好看 好 那這個軟體呢 這個燈它可以在電腦上面進行設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們這個 因為我再有兩盞燈 然後它後面的型號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可以清楚地分辨 你現在調的是哪一個 你可以根據你的喜好 然後去調你自己喜歡的色溫 那它的亮度也可以調啦 像我現在是開15% 那你可以把它再調高 那大家有感受到 從鏡頭外有沒有 就有感受到這個 燈光的差異了吧 它主要就是讓你非常的方便 可以不用在自己 在那個燈上面 一直不斷地做調整 你只要用你的電腦的軟體 就可以輕鬆地調整到 你想要的亮度 還有你喜歡的顏色 還有手機也可以調喔 不過既然你是住在電腦前面 我覺得用這個軟體 是非常方便的 好的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產品 要來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 那...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你只要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整合器 那這個東西可以幹嘛呢 比如說你有非常多的東西想開 但你現在 因為東西桌面很亂嘛 你就可以使用這一台整合器 直接打開你想要的 像我現在想要看影片 我只要按一下這個按鈕 就是我事先設定好的 按一下 YouTube直接打開了 沒有錯 好 那如果你在實況當中 會想要做一些 比如說效果 或者是抽卡的時候 我會想要放BGA 欸這個 輕輕按一下 有沒有 是不是很神奇 那我們現在這個 Stream Deck 它上面的這個 這些圖示 都是我之前設定好的 然後它的圖示呢 非常的直覺 你可以自己設你喜歡的圖案 但因為我是 就是用原本的 這樣才不會搞錯 那我現在教大家 Stream Deck 的設定 非常簡單 現在教大家設定語音包 這個是聲音 然後你直接把它拉到這邊 之後呢 把你想要的檔 直接拉過來 就可以了 然後它也可以直接在這邊設定 切換場景 這樣子 如果不想開視訊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按這個 如果現在又想開視訊了 又可以再把它切回來了 很方便的 那這兩個是同一個牌子 所以它們可以 直接必死連動 你東西如果很多的話 你要這樣起來 按那個燈 是不是很不方便 但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來進行設定 你可以直接按一下 它就會直接關掉 然後再按一下就可以打開 這樣就不用越過重重的困難 然後去開啟設備 那除了除了開關之外 因為我們剛剛有介紹到 熱燈其實它有很多的 比如說像是色溫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模式可以挑 你也可以事先用這台 搖好 像我現在這個燈子長這個樣子 那時候按了一下 欸 就變暖了 沒錯啦 就是這麼的方便 還有一個好用的軟體 iQ 那這個它就是可以整合你所有 Cosell的設備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紅色 有沒有 全部它這個軟體 可以一鍵 讓這些東西全部都變成紅色 然後黃色 彩虹波動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自己去預設 你喜歡的它亮的一個模式 我相信玩燈 應該是大家 所有在玩3C的人 都是非常有興趣的一件事情 好啦 整體而言 Spring deck了 使用下來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像我們剛剛有展示的一些 像它可以調整我們的燈光 不管是你的色調 還是你的燈的亮度 像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這邊是工作室嘛 然後我自己家裡本身的桌子 是很小一台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實況的話 應該可以從視訊裡面看得出來 桌子很小一個 然後上面的東西又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我要去調整我的燈的話 必須要耗費非常多的力氣 那有這個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一鍵調整 然後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大家很習慣 在抽卡的時候 會想要放一些BGM 或者什麼做效果 然後它這個也可以直接設定進去 這樣就不用一直去YouTube 音樂的平台 然後找然後在那邊點 然後又要再把畫面切回來 這樣超級麻煩 現在想要開實況 或者是正在開實況 但是想要增加你的實況的多樣性 或是有趣性的話 是蠻推薦這個給大家的 主要還是這個燈啦 因為已經有大概不知道多少人跟我說過 開實況的時候 其實有燈會好看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那種圓形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攜帶方便 然後它可以調整的角度 或是它可以調整的模式都非常的多 那就推薦給大家啦 這一整組 讚讚讚讚讚 好啦如果你們看完了這介紹之後 覺得對於這些設備非常的有興趣的話 底下我們底下會有資訊欄 都有賣場 或者是有直接產品的詳細介紹 可以提供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一定要訂閱按讚 然後打開小鈴鐺 在底下留言 我介紹棒不棒了 或是你的使用心得可以一起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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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看 或者是可以看的